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3年12月31日 很快就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里向大家预祝新年快乐 今天梓敬想和大家分享几件事 首先想讲讲一个因为投资失利 欠人4,600万的青岛大叔 如何靠敲抢感动全国 再次成功创业呢? 那群去了英国的小黄人 见到中国这么多机遇 又会不会后悔呢? 另外 民进党的赖清德 临近选举竟然想借5月天抹黑我们国家 究竟他做了些什么呢? 会不会令到他的选情急转直下呢? 在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赞到和将这段影片广转下去 让更多个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体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香港的小黄人因为崇洋媚爱 觉得外国的月光特别圆 所以最近几年 当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打压我们中国 放宽了他们的移民政策的时候 就有不少小黄人放弃香港的所有东西 移民去了英国、澳洲、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 但当地经济又差 治安又差 很多小黄人找不到东西 钱就花得七七八八 情况真是很坎坷 其实我们国家近年发展得这么好 机遇处处 创业就业都容易过你这些西方国家 最近就是一个成功例子 就是一个曾经在青岛知名的餐饮大亨 因为投资失败 欠人4600万人民币 不过他想一想 转个方法 去到杭州西湖卖烤腸 竟然又被他很快翻身 这位有敲抢大叔之称的人叫唐健 他早在36岁时 已经在餐饮业做到风山水起 一手创立了唐家老丸子 大唐鱼宴 以及朗园等等内地知名的餐饮企业 但在2005年的时候 唐健因为嫌餐饮业赚钱太慢 决定投资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绿化工程 但在2005年的时候 唐健因为嫌餐饮业赚钱太慢 决定投资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绿化工程 结果亏了很多钱 就算他卖了自己的酒楼所有股份 再卖了房子、卖了车都不够还债 欠了4600万人民币的债务 从此就展开了归零的人生 创业失败曾经令唐健一度心灰意冷 想着随便找办公、打工过日子就算了 但后来他改变了心态 放了一个烤腸的一摊 想着再次创业 直到2020年 他在青岛街头卖烤腸的视频 被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 竟然意外地爆红 去年唐健还去了杭州学直播和营销 他说传媒报道令他上了微博热手 获得巨大的流量 但在微博热手的话题就有4亿的阅读量 发布媒体有82间视频播放15808万次 而且还未算抖音上的流量 其实他自从2020年8月14日晚 第一次开直播到现在 唐健的抖音已经累积了72万粉丝 由开始对着网民会害羞 到后来够胆躺开自己的心扉 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故事 唐健说他的视频每10万播放量 就可以产生大概8千元的营业额 虽然曾经有内地网民计算 假设他一条腸赚1元 一天就算买1千条腸 不吃不饮没利息 还清债务都大概需要126年 不过唐健认为只要自己努力付出 肯定会有回报 看到唐健那么努力 其中一位债权人都受到感动 在视频下留言说 老唐虽然欠了我们的钱 但看到你的人还在奋斗 我们的心里都很安慰 慢慢赚钱 还本就可以了 而且生意做得好 唐健亦再次拓展业务 开了一间新店 在青岛的高端商场海信广场里 和爱马士Hermes做鄰居 相比曾经的烤腸摊 新店大出十多倍 装修也很豪华 他说现在烤腸店生意相当好 平均每日营业价 可以有6千至1万元 另外唐健还在烤腸店旁边 开了凉粉和无血旺两个档口 每日营业价都有6千至1万元 虽然如此 但唐健的路仍然有好长要走 事关他现在虽然努力还钱 但他这样的情况 原来在内地是不能注册开公司的 只可以以打工者的身份 营运别人的公司来赚钱 他现在还债的方法 就是创立品牌 用股份截然 上还给他的债权人 他说现在绝大部分的债权人 都接受他用这个方式来还钱 现在据了解 唐健在青岛已经找到投资者 公司架构各方面都已经完成 公司也在正常运作 根据天眼查APP的显示 烤腸大叔唐健已被成功注册为商标 申请人就是青岛旁乐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这间公司还申请了 这个烤腸大叔唐健 唐大叔荔枝肠等等的商标 部分商标还已经成功注册 虽然他公司现在营业额可观 但唐健说目前还债的进度仍然不理想 事实上唐健火片传网时 曾经接到4千多万订单 和6万个粉丝的电话 但因为受疫情影响 唐健说有3千多万订单都不能出货 还用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联络客户做售后处理 至于6万个粉丝 他们联络他大部分都是想加盟唐健的香腸品牌 当然也有些想向他请教如何还债 报道说就算收这6万个粉丝 每人1千元的加盟费 要还清4千6百万债务 已经卓卓有余了 不过唐健说因为别人信任自己 才会给他电话 所以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成功把握 就不能让一些不认识的人 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怎样也好 当然无论在哪里做什么生意 都一定有风险 但在我们国家最起码有机会多 只要肯硬硬硬硬硬做事 再加上肯用社交平台 成功的机会一定比你在西方国家高 所以我说现在去了外国的小黄人 真是蠢过一只猪 到时不要看到手足不想创业成功 自己在外国又找不到食 然后后悔就可以了 说完敲抢大叔 接着跟大家说说五月天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内地影视娱乐产业都发展得越来越好 所以近年不少台湾艺人都专乘回内地找食 不过要赚人民币 当然要尊重这里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要和蔡英文这些台独分子 画千界线才行 话说台湾知名的乐团五月天11月在上海举行演唱会 内地音乐网红墨田龙夫爆料 经过电脑程式的鉴定之后 发现五月天的上海演唱会 有整五首歌是疑似咪嘴假唱的 这个说法一出马上引发网民热烈的讨论 相关的话题很快上了微博热手的第一位 原来根据内地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8条 表演者如果假唱就是欺骗观众 而且根据这条条例的47条 假唱的表演者将会被罚人民币5万以上 10万以下的惩罚 就着这个情况 上海文女局就回应说需要一定时间来调查 似乎都想为如何处理这件事留有很多空间 不过虽然调查结果未有 但就有人想借这件事抹黑我们国家 话说路透社12月28日报道说 国家广播电视总台向五月天施压 要求他在台湾大选前表态支持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说法 但五月天拒绝了 所以官方才会就五月天上海演唱会 涉嫌假唱事件展开调查 路透社引述这个信息来源 说是一个不具名的台湾国安官员 以及路透社看到的相关内部备忘录 原来这份备忘录是出自12月的 根据台湾官方搜集有关内地政府的活动情报 简单来说就是消息来源来自民进党 面对有关的指控 国台办发言人当日回应记者提问时 就立即说路透社的报道是切头切尾的假消息 完全是只虚乌有 国台办发言人骂爆有关的报道 是引述台湾有关机构的文件 摆明就是民进党当局在蓄意制造谣言 这是一个阴险恶毒的政治操弄 就着这个情况 五月天和他的经理人公司暂时未有回应 似乎不是很想管入政治的漩涡 距离台湾省省长选举的投票 还有两个星期时间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得现在民调稍稍领先 但已经被国民党侯友宜追得很贴 昨晚下周进行了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 侯友宜吵爆赖清得不放弃台独 连中华民国都说是神话 是侮辱 否定 鄙视 谋害台湾 而不是信赖台湾 所以賴清得明明就是忘恩负义 而且针对蔡英文的所谓外交政策路线 賴清得还说这条路线 我觉得国际社会肯定会根据这条路线继续前进 不过我听到他这样说 侯友宜就问得好 如果小英路线是好 为什么这段时间有九个所谓的邦交国和台湾断交呢 批评这条路线造成两岸目前不沟通 不对话 不交流 台湾和大陆成为了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真是挺有道理的 怎么也好 蔡英文在在任期间做了这么多坏事 如果民进党的賴清得赢得出 那真是台湾的悲哀了 而且选举还未开始 就已经想靠抹黑北京来取选票 见到他们真是很无耻 搞到五月天被人利用了 真是惨了 希望台湾的民众可以看到 如果继续由民进党去做的话 台湾将会几大获 作出一个对台湾好的选择 两年前 当梓敬刚刚当选立法会议员时 就受到BBC邀请接受他们的王牌节目 BBC Hard Talk的访问 谈谈有关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等等的议题 有关的访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当时得到很大回响 现在差不多两年了 最近BBC又再次邀请梓敬上他们这节目 今次是讨论有关于袁雄通緝 八个潜逃罪犯 二十三条立法 疑问 以及我们中国的经济状况等等的议题 究竟BBC主持人今次又怎样刁难止境呢 我又是怎样将他KO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按这里 看看那条影片 下次见 拜拜 拜拜